我都是已經上了一些 看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還可以再多加幾個 是想到某電視台的一個 電視節目 那怎麼講 是什麼意思 發現還有什麼 探索 其實我覺得我今天想要先分享 先提前送大家幾個 我自己的一個想法 其實人的一生當中其實都不斷在什麼 探索什麼 自己 我覺得這個功課是你一輩子的事情 因為外面的環境一直怎麼樣 都在變 所以你一直會怎麼樣去探索自己 甚至包含你要怎麼樣去改變自己 有沒有這個過程其實都是什麼 都是探索自己 而且算今天我的主題是什麼 潛攤什麼 創業團隊的什麼性格 可是在我個人的想法 其實贊助每一位其實都在什麼 創業 為什麼 有人可以 閒接我的話 就是 每個人其實都是在創業 大家可以發想一下 創造自己 如果你在投資你自己的時間 對你在投資自己 還有沒有 別的答案 創造為了 創造為了 還沒有 你在造業 對 應該被夥伴他的什麼 他的職業就怎麼樣 他這一生的職業就是叫什麼 造業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工作也不錯 造業需要一些本事才可以造出來 對不對 哪有別的答案 就是 也算是 你把自己經營好 然後市場用 市場價值去跟你交換你的工作 對 所以其實我對創業這兩個字來講 其實對我來講 不是因為你自己去開公司才叫創業 其實每個人都為了自己一些什麼 不管是你的學業後面的結果 或者是某些活動的呈現 甚至你希望有一個舞台 其實都是在創什麼 創業 對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 我對這個部分的一個詮釋 是這個樣子 我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剛剛有跟各位介紹 其實我每天都跟人在發生什麼 關係 對不對 不管是你是自願 或者是不是自願 對不對 好所以我會到很多的企業 甚至有到一些不同的國家 去做一些很多的分享 我想要讓各位夥伴可以猜一下 你覺得不管今天你是一個小的團隊 或是一個公司 或是你是一個創業者 甚至你是一個學校的學生 你跟很多的自己的同學相處在一起 你覺得 你覺得 不管我剛剛講的這些 你覺得什麼樣的事情 讓你自己覺得是最頭痛的 你覺得 我剛剛講的公司 團隊 什麼什麼 其實你覺得什麼樣是讓你最頭痛的 錢 錢 果然是趙偉才會講話 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沒有 有意見 有沒有 有沒有別的複合答案 有沒有 有沒有 你覺得人是最難搞的 有沒有可不可以笑說 你覺得人是最難搞的 欸 欸 不會動了 欸 不會動了嗎 欸 這樣 就可以跳過 對 其實我常常就是會用這個部分 什麼 成也在人 拜什麼 在人 其實我覺得很多的事情 其實跟人都是有什麼 最直接什麼關係 所以我覺得今天不管您是有 現場是有創意的 或我說您家裡可能會創意 甚至你現在 你正在做的事情 其實每天都跟什麼 跟人在發生什麼關係 但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應該是要 我覺得在談這個之前 我這個跟各位夥伴要分享一下 我覺得今天因為只有九分鐘 我覺得如果後面有後續 你希望就是我可以更深深的一些什麼 答案 就是你可以用我的名字去Google 我的那個什麼 臉書 因為我覺得等一下講了這個東西 我後續還有一些什麼 更多的一些什麼 答案 如果你覺得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發現你希望可以怎麼樣 可以跟我在臉書上做一些交換 我會把一些提供我收合的一些什麼 內容都可以release出來給什麼 給所有人 好 你就幫我按好了 你就在下夜號 其實應該很多人都看過這個對不對 對 另外一個團隊其實我比較喜歡用什麼 西歐劑去取代 西歐劑有哪四個 四個主要的角色 不是 我們太喜歡用這個英文字的 蛤 書物公 書物公 唷 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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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今天大家的素質還不錯 因為我們在外面也講說 今天還有人講什麼 那個什麼 明文王跟什麼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四個什麼 A咖兒 我們都不談B咖對不對 其實不管 你身處在哪邊 其實永遠都有這四種人 我覺得第一個 不管今天你可能進去 你覺得你可能是像哪一個 像剛剛景婚設計這位美女 其實他比較是像什麼 這個類型的 其實我剛剛都有在觀察各位 你們是哪一些類型的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 我真的鼓勵大家 不管你要做什麼改變 或你以後想要做什麼 其實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想辦法去找到什麼 自己 你是什麼樣的特質 你現在你要做什麼樣的改變 第一個 你比較會有一個什麼方向 你也知道怎麼樣去跟不同特性的人 去做一個什麼最好的一個摩合 我好誇喔 最後兩分鐘 可以多給一點點時間 好 好 那我先稍微試表 很快速來講一下 其實如果今天以各位 各位的性格來講 其實我覺得他滿多 站一半以上 其實都是左上角 他有點像蘇文庫的個性 蘇文庫的個性是什麼 第一個因為他主動 主不主動 很主動的 然後會不會很有主見 其實他非常有主見 而且他是以目的要怎樣 相對來講 他的特性會不會比較怎樣 會比較直接一點 然後你覺得他會不會翻新自己 其實他會常進去 其實翻新到最後都是別人的錯 什麼 看一下 他可以拍 他會是怎樣 都是在 他是 focus 在事情 而不是在什麼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跟 跟這個重點去達百多位置 他比較適合做什麼 衝鋒陷陣 因為第一個很有想法 目標為導線而已 而且比較不怕什麼 挫折 然後另外這個旁邊這個 就是剛剛有幾位 幾位 夥冠契 其實也滿像這個部分 人來什麼 所以這種人喜歡怎麼樣 交朋友 所以這種人很重的意氣 你覺得他比較適合做什麼 做什麼工作 所以這個怎麼樣 他很重的意氣 有一句說話可以講得到什麼 為了朋友怎麼樣 兩類怎麼樣 插到他為了女朋友去插別人 你知道嗎 你看一下 這樣怎麼樣 他會比較什麼 感覺型 所以如果你是身為一個 從事領導者 你要把這個人放在什麼地上 他一直去面對人 其實就可以發揮他的什麼影響力 他比較不適合什麼 太多細節的一些工作 但是相對 在台灣這種人口是最多的 他有點像什麼 沙烏淨 沙烏淨怎麼樣 沙烏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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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烏淨沙烏淨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種人就怎麼樣 他不會想要跟家綺什麼衝突 所以他喜歡按照什麼順序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團隊的領導者 你要怎麼去代理他 發揮效益 其實這種人是很有效益的 但是你要先跟他講好什麼 步驟一二三四 你就會發現他會跟他怎麼樣 一樣其實會怎麼樣 是屬於沖鋒淨 但是要告訴他是什麼樣的步驟 那再來 其實剛才不是有工程師 有幾位 你們工作是工程師有沒有 可以再舉一下手 其實大多你們都會有這種特性 第一個怎麼樣 會不會看到細節 有沒有 比較古摸一點有沒有 因為怎麼樣 追求什麼完美 但是為什麼剛剛有人講說 為什麼他們剛才也像仁安峰 是因為如果在一個比較封閉熟悉的環境 其實他們也可以變成是一個什麼 交際型的 所以一個團隊來講 都有這四種人 缺一怎麼樣 不可 因為已經快要結束 好 我做最後一些結尾 所以你們有發現 其實如果一個 今天在我們這一群人當中 如果都是像孫悟空 您覺得這個場合會像怎麼樣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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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有點接近 有點像什麼 夜店 有點像夜店 是嗎 這個有點像什麼 就是那個 有一個什麼 古時候在行龍酒店 那叫什麼 以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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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啊 如果 如果團隊裡面 全部都是這種人 你覺得 不說話 對不說話 而且創業 很怕是所有的人 都是這一種特性 這種公司就會面臨很大的什麼 危機 因為大家都是非常的客氣 沒關係啊 你說的就算 你說的也好 對不對 這就很恐怖 那如果是這個 我對這種個性特別的 什麼深刻 印象深刻 因為常常到什麼主科去演講 然後有一次 你覺得這會不會像什麼 全部的人都是這種 對 他們如果今天講點 全部都是這個 你覺得像什麼 沒有 三個字 啊 異議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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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 像什麼 告別式 因為我發現 其實他們的 這種 像我們特性的表情 第一個不太多 然後不太像什麼 表達自己的什麼 情感 所以你會覺得他有點像 在參加什麼 告別式 那你要怎麼去跟這種人去 去應對 假設你是一個 三對定導者 你覺得咧 他怎麼發揮他的戰力 你覺得 像我講的 他很喜歡按照 SO什麼 SOP 對 你再跟他做一些 工作上的交付 是不是你需要 怎麼樣 直接講什麼 不要貼馬行公 直接講東西 而且給他一些 SOP的一些什麼 思考 我覺得他就會發揮 很大的什麼 一些效應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將來有機會 各位如果夥伴也有進去 當然可以跟我們指派 他會可以 怎麼樣 可以提一下 如果有機會 我會很樂於跟大家 再把這四個特性怎麼樣 多花一些時間 甚至我可以幫在座 各位怎麼樣 我可以幫你們做測試 到底你們是哪一種 特別的人 那你就會知道 你要怎麼去在工作上 人際關係 或者你將來要怎麼去發展 這個部分 我會跟你們做一些什麼 分享 因為我本身我就是上一週 還有什麼 顧問就這一塊 對 所以常常都去跟他們去 不管是做完員工 我都會常常去跟他們做一些分析 好 那這個還有下一個 應該也差不多了 對 因為時間已經超過很多了 好 所以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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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請各位夥伴就是 如果你們有需要 就所謂